2010年的那个秋天 台湾科技圈被狠狠刺痛了一下 美国商业周刊用大大的黑体字 写下亚洲工厂的局限 封面上配着流水线工人 戴着口罩的照片 文章直白到让人心里发凉 在硅谷工程师眼里 台湾就是个放大版的组装车间 能把别人的设计图纸做成产品 却永远不可能掌握产业的核心命脉 那种语气 就像是把台湾半导体从业者几十年的努力 一笔勾销成代工两个字 这里是意识觉醒 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 那一年 新竹科学园区的灯光依旧通明 台积电联电等龙头企业 正忙着满足苹果英特尔的庞大订单 可在西方世界的叙事里 这里更像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 高效却缺乏灵魂 苹果的iPhone在竹科的生产线完成最后组装 英特尔的处理器在台南晶圆厂进行精密加工 就连台积电也被习惯性贴上纯代工厂的标签 仿佛只能一步一驱 这种看清并没有随着时间消散 反而在2015年达到了顶点 当辉达带着第一代人工智能GPU横空出世时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写下报告 黄仁勋的成功 来自美国的创新与台湾的制造结合 言下之意 美国才是灵魂 台湾不过是低头干活的工厂 而更刺耳的是 某欧洲芯片巨头的高层 甚至在行业峰会上冷冷放话 给台湾十年 他们也做不出7纳米 这话像乌云一样笼罩台湾半导体 但越是刺耳 越是点燃一股不服输的镜头 没人料到 十年之后 当黄仁勋在2025年台北电脑展上宣布 挥达新总部落户台湾时 那些曾经冷嘲热讽的人纷纷派代表团踏上这片他们曾看不起的土地 舞台中央的剧目亮起 NVDA Constellation台北新总部的字样 闪光灯此起彼伏 那一刻 台湾不再是被动的代工角色 而是半导体世界的坐标戏 时间回到2024年圣诞前夜 台北民生东路的挥达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 350个合作伙伴的团队几乎是倚自接力 一批人刚退场 另一批已经在门口排队 黄仁勋临时起役 驱车前往竹北的台积电晶圆场 夜色下的洁净室温度恒定在23度 湿度稳定在40% 机械臂精准地操作着300毫米硅晶圆 每一片晶圆上纳米级电路图案 被光刻机一层层叠加 那些微小的电路 最终会化身成灰达AI服务器的心脏 每平方厘米要塞进上百亿个晶体管 它沿着生产线走了一圈 心里有种熟悉的踏实感 从设计、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 整个链条在台湾南北百公里的范围内紧密排列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像一条贯穿南北的半导体动脉 把各个环节串成一个有机体 在这样的集群里 效率被压榨到极致 一个设计方案上午进入实验室 下午就能得到制成反馈 任何人只要站在这里 都会意识到 这不是什么加工厂 而是全球半导体的神经中枢 黄仁勋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 台湾的逆袭其实在40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1980年新竹郊外的一片稻田 被划成10平方公里的科学园区 连电搬来一条从美国RCA淘汰下来的 6英寸晶圆生产线 被同行嘲笑玩具枪 可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 台湾开始了长跑 工研院每年砸下数十亿美元做研发 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专才 张忠牟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特别的地图 上面标满全岛127家半导体相关企业的位置 2000年台积电率先量产12英寸晶圆 日本专家们看了都惊讶 这个曾经的跟随者 用20年走完了他们40年的路 到了高雄男子加工区 封装厂与测试厂隔着马路 光刻胶供应商就对着原材料仓库 芯片从设计到胶负 周期缩短到45天 比美国快上三成 数据是最好的反驳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 台湾占了三席 风策领域 台湾包下近一半的产能 高纯度硅片 台湾企业吃下全球三分之一市场 2023年 美国力推台积电赴美建厂 却频频遇阻 亚利桑那工厂招到的本地工程师 看不懂中文工艺手册 专用手套 因为物流延误 导致产线停摆 黄仁勋私下感叹 在美国建厂 就像在沙漠里种水稻 而台湾是一片自带灌溉的凉田 数据更加直观 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密度是美国三倍 且大部分拥有十年以上经验 台电维晶圆厂 单独拉220千伏线路 停电频率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当辉达需要十万片4纳米芯片时 高雄厂三周交付 美国厂却要三个月 这些差距 让人不得不重新定义台湾 2025年的台湾半导体 早已不是当初被嘲讽的亚洲工厂 面积不过3.6万平方公里 却扛起全球九成以上的3纳米产能 七成的封装测试量 就连三星也把14纳米的汽车芯片 交给联电代工 高雄港口 货轮满载晶圆进出 那些看似轻如羽毛的龟片 撑起全球数据中心和显卡市场 2024年台湾半导体出口额高达3200亿美元 占GDP近三成 换句话说 每100元新台币产值里 就有35元来自半导体 而技术的进展 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台积电2纳米制成良率 提前突破85% 联电的射频芯片进入6G终端 台湾不仅是制造 更在创新的前沿 扮演关键角色 在南港软件园 辉达的AI团队 与联发科的5G团队频繁互动 催生出全球首款边缘计算芯片 从制造到设计 从代工到测源地 这片岛屿完成了身份的跃迁 1982年 新竹科学园还在建设的初期 厂房条件简陋得可怜 联电从美国引进的 6英寸晶圆生产线 因为电压不稳 频繁停机 刚从台大电机系 毕业的工程师陈立武 带着几名年轻同事 硬是在厂房里熬了47个日夜 没有现成的技术手册 他们只好自己画电路图 一条线一条线排查 最后发现问题 竟然是美国设备的110伏电路 与台湾220伏电网之间 存在兼容性漏洞 年轻的工程师们 趴在水泥地上 手动调整变压器的参数 那幅画面 成了早期台湾半导体 土法炼钢的象征 陈立武后来回忆 我们没有空调 没有除静电设备 甚至防尘服 都是找台南的制衣厂缝的 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学会了什么叫 硬着头皮 把问题啃下来 几十年后 他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 但仍然说 那段经历是他一生的财富 正是这种从零起步的任性 让台湾在1994年迎来第一个关键拐点 那一年 台积电首次独立完成0.35微米制成研发 不再依赖国外的技术授权 那一刻 台湾不再只是跟随者 而是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艺路径 这种精神并没有停下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 许多国家的科技企业大幅裁员 半导体投资被削减 可在台湾 新竹科学园的实验室灯光依然亮着 即便订单骤减 台积电依旧坚持研发 把预算砍到别处 却死守研发投入不动 张忠谋在内部会议上说 别人缩手 我们伸手 只有在别人停下的时候 我们才能追上并超过 事实证明 这种逆势投入 让台积电在危机后 率先量产28纳米工艺 直接甩开竞争对手 当时有个小细节很有意思 2009年 台积电内部推行一项 周末挑战计划 自愿报名的工程师 每周末进实验室 解决一个微小的技术难题 比如光刻胶的耐热性 铜护帘的腐蚀问题 短短半年 这个计划累计解决了 200多个制程瓶颈 有位年轻工程师说 那时候根本不觉得苦 只觉得自己站在了 跟世界拼命的前线 正是这一批批周末 留在实验室的人 把台湾半导体 一步步推上全球最前列 可台湾的逆袭 并不只是靠技术上的死磕 还在于产业布局上的独特心思 别的国家搞科技园区 常常是把各个环节分散在不同城市 结果沟通成本极高 而台湾走的是另一条路 把晶圆厂 材料厂 风测厂 都集中在南北纵贯线沿线 举个例子在高雄 你能看到日月光的风装厂和测试厂 只隔一条马路 材料供应商就在对面仓库 这样的密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芯片的设计变更 可以在48小时内传递到整个供应链 生产节奏几乎无缝衔接 这套模式在2020年之后 AI算力爆发的背景下 显得尤为重要 辉达的GB200芯片 需要极为复杂的封装技术 美国硅谷的设计团队 早上把方案传到新竹 下午就能拿到反馈 这种效率让黄仁勋在演讲时直言 没有台湾 就没有今天的回答 而更现实的数据是 全球40%的先进制程产能 集中在台湾 几乎所有大型AI公司 都必须依赖这条供应链 但外部的压力从未减少 2023年 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赴美建厂 表面上是出于供应链安全 实则是想把技术留在本土 可一旦真正开工问题接踵而至 压力桑纳厂房的工程师 培训周期长达两年 仍然无法独立完成产线维护 本地供电不稳 时常出现小规模停电 而台湾早已习惯的临近式合作 在美国根本无法复刻 一个简单的封测环节 需要跨州运输上千公里 周期直接拉长数倍 台积电内部有人形容 在美国建厂 就像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更讽刺的是美国厂的良率 长期停留在60%左右 而台湾本土厂区的良率 能稳定在90%以上 两者的差距不是钱能立刻砸出来的 而是几十年积累的人才经验 与产业默契 黄仁勋私下里曾说 台湾是一片天然的良田 而美国是要硬在沙漠里挖井 这种鲜明对比 让外界终于意识到 台湾半导体的优势不是偶然 而是独一无二的结构性条件 与此同时 台湾的技术进步 不断刷新外界的想象 2024年 台积电2纳米制程提前量产 良率高达85% 比原计划快了整整半年 联电在12纳米射频芯片上 领先全球18个月 直接抢下6G终端市场的先机 日月光更是把先进封装的产能 扩展到全球的一半 几乎垄断高端市场 所有这些成绩 都在悄然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走进南港软件园 你能看到另一幕场景 辉达的研发团队 与联发科的工程师们 面对面讨论 把AI算法和5G基带芯片结合 催生出全球首款边缘计算芯片 这样的合作 不再是单向的设计制造 而是双向的共创共生 当全球60%的 AI芯片设计公司 聚集在新竹台积电 每天在云端更新的制程数据 直接缩短了创新周期 一个新架构 从设计到流片 只需要6个月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 往往要18个月以上 这些故事看似零碎 拼起来却是一幅完整的图景 台湾早已不只是制造基地 而是全球半导体的测源地 2025年台北电脑展上 黄仁勋宣布 辉达新总部落户台湾 背后就是对这种 独特生态的深度认可 那一刻 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曾经被看清的小岛 已经站在半导体产业的中心 很多人以为 台湾半导体的辉煌来自运气 恰好踩上了 AI与算力爆发的浪潮 但真正走进产业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代又一代人 用最笨拙的方法 堆起来的成就 新竹科学园的纪念馆里 摆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 几名年轻工程师 穿着简陋的防尘服 弯着腰 趴在地上 手里拿着螺丝刀 调试着一台停摆的设备 旁边的说明牌写着 1983年 联电工程师加班至凌晨 因电压不稳 反复调整变压器 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汗水和耐心 几十年后 当他们的学生 徒弟 再下一代接过接力棒 台湾才真正站到世界的舞台中央 1994年 台积电自主研发 0.35微米制程 意味着台湾第一次摆脱了代工标签 2001年 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 台湾依旧保持研发节奏 2011年 智能手机兴起 联发科的芯片横扫中低端市场 撑起了Made in Taiwan的另一面 到了2020年 AI训练需求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 台积电7纳米5纳米的产能几乎被一抢而空 历史的每个节点 台湾都没有缺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2023年那场台风强风 导致南部部分工厂电力受损 外界担心晶圆厂会停工 但台电和厂商早就建立了备用电网系统 三小时内恢复供电 产线没有耽误一天 相比之下 同一年 美国亚利桑那的晶圆厂 因为电力事故停工整整两周 损失惨重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 构成了台湾半导体真正的底气 2025年的台湾 已经用数据说话 全球92%的3纳米芯片来自这里 先进封测产能超过70% 半导体出口额占GDP的28% 这样的占比 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更夸张的是 台湾的芯片出口额 比整个中东石油出口的单项占比还高 换句话说 硅片已经成了台湾的数字黄金 但台湾并没有停在制造端 南港的软件团队和新竹的硬件工程师 正携手推动AI芯片架构的革新 过去 台湾被视为硬件强 软件弱 可现在 联发科与辉达的合作 把算法和芯片结合 开创出全新的边缘计算模式 微软 亚马逊 谷歌的代表 纷纷飞到台北 寻找合作机会 这意味着 台湾正在完成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大脑的跃迁 这种转变让曾经的轻蔑者措手不及 2015年 那位说 台湾十年也搞不定7纳米的欧洲高管 在2025年的行业论坛上 不得不公开承认 我们低估了台湾 事实上 我们已经无法在没有台湾的情况下 完成任何高端芯片项目 讽刺的是 这句话被无数台湾媒体拿来当作标题 成为逆袭的最佳注脚 黄仁勋在Computex演讲时 眼神格外坚定 他说 我把辉达的新总部放在台北 不是因为这里便宜 而是因为这里是未来 现场掌声如雷 对于台湾来说 这不仅仅是辉达的选择 而是全世界科技巨头的共识 然而 台湾人自己比谁都清楚 这条路并不轻松 能源转型的压力 地缘政治的风险 产业升级的挑战 都在前方等着 可回头看看 40年的路 哪一步不是在怀疑和质疑声中走出来的 1980年 他们被笑话是玩具厂 1990年代 他们被说永远只能代工 2010年 他们被斥为缺乏灵魂的车间 可到了2025年 台湾已经成了全球半导体地图上的神经中枢 这场逆袭背后是 无数个周末依旧亮着灯的实验室 是一代代工程师 熬夜守着产线的执着 是产业链上下 彼此之间走几步路就能见面的默契 他告诉世界一个朴素的真理 在半导体领域 没有天生的亡者 只有持续的生耕 现在 当你走进新竹科学园 看到那一栋栋现代化的厂房 你很难想象 这里曾经只是稻田 可正是从那片泥土里扎下的根 让台湾长成了一棵 足以撼动世界科技版图的大树 所以当我们再去回看2010年商业周刊的那篇报道 所谓的亚洲工厂的局限 如今更像是一则讽刺 台湾早已用行动证明 它们不是齿轮 不是流水线 而是半导体世界跳动的心脏 2025年的台北 高楼灯火映照着夜空 新总部工地的标语写着 这里不是终点 而是下一个十年的起点 这句话不只属于灰达 更属于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